好,各位旗友大家好,那这晚期是2020年的4月份进行的国家队大循环赛 由黑方李玄豪对战白方于之盈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这是一场性别大战 开局李玄豪是选择凑小木 无忧角,白棋高挂,脱退定势 然后就目前来讲的话,一般来说就直接拆边,下的更多一点 这个实战碰的下法也有 黑棋斑,白棋长 如果说黑棋立下去的话,那白棋还是拆边 就等于说提前在左边交换两手 实战黑棋压过来,想把外面走得更厚 白棋跳了一个,黑棋挖斩 接下来白棋贴住,黑棋再立 白棋跳起来 那左上这两颗子,黑棋不可能去断吃 这个就相当于收一个关,这个就价值很低了 实战黑棋挂脚完之后拆二 白棋拆边,下的非常的稳 然后黑棋再挂脚 又是一个突然之后搬的定势 那这样四个脚伤都已经简单定型了 白棋再往底下唬一个,拿住脚控 黑棋不太肯长 长的话被白棋逼住 这个立二拆二就非常重复了 所以说黑棋先拆,同时威胁右下角 白棋不补被黑棋断吃这颗子 角控又能拿到手,白棋还不活 所以说白棋下力 黑棋再打路 之前呢都是在做一些铺垫 下的都非常的平稳 从这里开始就形成战斗 白棋如果说阵头的话 是对于黑棋压制力更大的一手 这里黑棋不太容易出头 因为如果说像这种穿枪眼的话 白棋右边挤啊 包括这个 四个都是先手 黑棋不容易跑出来 不过黑棋呢就可以转身了 像这个地方飞 白棋得补 黑棋再把底下这个头拐住 这样白棋围上面 以后黑棋往外面这里掉一掉 还有一些借用 黑棋右边就可以扩张 这个也是非常灵活的 而且白棋上面也围不大 除了外面这里调过来 掏空的话 这个上面二路 以后二路搬沾 也是黑棋的先手 所以说这个棋呢 白棋宁愿不去吃黑棋 也要先把黑棋 右边这个模样啊 给他压缩 所以说白棋选择大跳 黑棋横过来跳一个方便 做根据地 反正白棋也封不住 这个棋走在哪都 不太好吧 那比如说往这走一个 中间 这个选点的话 那黑棋直接靠完之后断 白棋打吃 黑棋反打完之后再打呢 白棋也没有这个勇气去开截啊 开截的话 这个截白棋太重 战截的话呢 黑棋虎一个刚好逃跑 所以说白棋往这个中间走一步 封不住 实战白棋往左边跳一个 那黑棋往右边跳出来 这个地方盖头的话 自己也有危险 黑棋可以先扳断 就算右边像这里的刺被白棋交换到 也无所谓 接下来白棋断 黑棋打吃 白棋总不能这样断打去 把黑棋分开 这个也不是棋 以后这个黑棋打上去开截 白棋也是相当的重 那盖头之后 如果说黑棋打白棋长 那黑棋沾上 沾完之后呢 冲一个先手 向上面这个二路跳 都可以先交换掉 让白棋阻度 然后黑棋再冲断 那这个里面形成对杀的话 白棋看上去不太乐观 更不要说外面的鲍鱼圈 还有这个断打的问题 所以说这里白棋也就怂了 补一手 放黑棋逃跑 然后白棋在右上做活 顺便也就把黑棋的空给掏掉 黑棋贴住先手 白棋虎一个 这个地方敌感很想点上去 刺白棋 不过如果说走到这儿的话呢 这个白棋倒也不怕 直接压出来 因为黑棋现在去断的话 这个白棋就给你去吃 这样的话 黑棋吃的话还是鱼形 然后吃的并不大 很难受 黑棋要是跳下去 围住边控的话呢 这个气是紧的 被白棋一搬 铺完之后在一起 马上要打吃滚包 这个外面头黑棋也封不住 所以说这个棋啊 很想刺 但是刺的话意义并不大 黑棋就直接拆边了 白棋碰一个 解密另行 把这个形状走走好 然后黑棋上面先跳一下阻度 白棋阻度 搬 黑棋飞刺先手 这样的话这里面还有眼 黑棋又开始反攻左边的白棋 再刺一个 然后冲断 白棋上面靠出 黑棋不能冲 冲的话很简单 白棋打出完之后再打 这里有眼 白棋还可以往前尝一个 实战的黑棋站上 白棋呢就算了 从左边打吃 补一手 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棋非要作战的话 跑出奇襟 那么白棋也比较难 被黑棋贴出之后 上面白棋不活 就算白棋贴阿曲 自己作眼 破掉黑棋的眼的话 那黑棋外面还可以扳头 扳完之后 把白棋封锁 白棋外面这个棋经补断 黑棋再立下去破眼 这样的话跟黑棋大龙对杀 白棋的气显得也是非常的紧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棋继右边这里认怂之后 左边再次认怂 打吃完之后再唬一个 黑棋拐打 各在眼底 然后白棋再拆过来 其实现在来看的话 黑棋作战还是算是比较的成功 上面不仅是活掉 而且活得非常舒服 这个空拿了不少 不过白棋呢 倒也不算很差 因为右边毕竟也把黑棋的 这个潜力给破坏掉了 左边还有潜力 所以说这个局势仍然非常的漫长 那白棋往这儿逼住的话呢 这个联络肯定是有问题的 黑棋有这种靠出的手段 AI的推荐也是 黑棋马上动手 白棋打吃完之后冲的话 黑棋可以再断上去 这个地方白棋吃两颗子 就麻烦大了 被黑棋一冲 白棋后手吃 黑棋外面再补一补的话 这个棋 白棋上面大龙就危险 实战呢 黑棋往这里高打入 白棋上面靠住的话 也是想把这个跨段给补掉 其实黑棋可以简明处理 这个地方搬一个 立一个 让白棋拐打黑棋 再压过来 因为黑棋只要把中间走厚的话 基本上白棋的潜力就不复存在了 然后左边这个地方 黑棋随时可以穿下来 所以说这样下 黑棋已经可以满意了 中间还很厚 实战 黑棋 单退 被白棋贴住 那这里的后保改变了 因为黑棋左边这颗子被割下了 中间棋也变紧了 之后黑棋 靠压 白棋挖一个 黑棋从上面打吃 这个地方从哪边打呢 都是看黑棋的心情 从底下断打也行 断打就是黑棋放弃屠龙 然后把外面这个后卫都给白棋 自己在里面做活 其实这样下空也是比较实惠的 实战黑棋外面打吃 虎一个 白棋刺黑棋站 白棋从二路连回 但是大龙呢还没有联络 黑棋搬断 白棋冲一个 接下来黑棋稳了一手 单战 这个地方确实不能心急 如果说跳一个 就这样封锁白棋的话 那白棋冲一个 直接断 要展开反击 黑棋这个地方 两边弃紧就 不太好下了 如果说跳一个 那白棋打吃 继续往中间挺投 黑棋左边大龙断吃 这颗紫的话也是跑不掉的 白棋反打 左边先做活 再把白棋上面大龙 这里冲断的话 黑棋要粘上 落一个后手 白棋往中间断打 跑出来 可以把黑棋三颗齐筋给吃掉 这样黑棋也行不通 左边还没有活 那这个局部要崩溃 所以说黑棋粘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白棋往中间虎一个出头 黑棋左边搬下来 白棋并没有选择反白 直接点刺 可见白棋也是起了杀心 那这个地方呢 黑棋实战是 先往上冲一个 这个棋低杆肯定还是想要粘 我们来看为什么 黑棋实战没有去粘 毕竟这个粘的价值还是挺大的 粘的话 白棋可以往左上角打 先把大龙连回 左边黑棋冲完之后立下去 并不是先手 这三颗紫白棋也不着急补 可以先往中间粘一下 这个粘的话 黑棋不管怎样补齐 这个气都非常的紧 白棋再飞过来去 攻击黑棋左边 这样的话 黑棋两边都牵了一手棋 还不能处理左边 处理左边的话 中间被白棋靠断 打吃 再打 然后就一气闷了 这样黑棋崩溃 黑棋要是补中间的 白棋直接飞过来封锁 黑棋即使断吃这三颗紫 被白棋往二路一飞 现在还不活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棋是藏着这个杀招在里面 黑棋确实也不太敢站 那实战黑棋往上面冲一个 其实并没有什么影响 白棋还是应该断 断完之后呢 黑棋站上 白棋还是顾忌重施 使用刚才的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黑棋中间也得补 左边也牵了一手棋 让黑棋走不好就要被吃 不过这个地方 白棋居然再次认怂 选择断 放黑棋连回 自己只是围住了一些边控 然后上面大龙还要继续处理 这个地方白棋打吃 跳一个 总体来说 白棋的这个战略思路 是非常有问题的 在三个地方都能产生战斗 前两次白棋认怂 其实没什么问题 但是这一次白棋不敢去 硬杀黑棋的话 问题就比较大 而且接下来白棋的这个 价值判断也有问题 这个棋目前最大的地方 应该是左下角这个斑 这个目数也很大 又影响到黑棋的根据力 黑棋跟着二路飞的话 白棋再往中间走棋也不迟 实战白棋自己去跳一个出头 这个其实意义并不大 黑棋往底下一立 那这个胜率 黑棋就不断的在上升 白棋中间跳刺 先手上面爬一个先手 然后往底下碰 这个地方白棋始终 执着于围中间 这个围中间不太好围 这个时候就算白棋 及时刹车 把左下角这个空给守住 其实白棋落后的 也并不算多 黑棋把这个一路搬斩的 双先走掉 白棋还可以先搬 黑棋不敢打 打的话要搬下来 黑棋扳的话 白棋还有这种夹的手筋 等黑棋挡住 白棋上面打持 这一系列的先手交换完 白棋再往脚上补齐 这样慢慢收官的话 黑棋的优势 真的是非常的有限 实战白棋碰 那就继续为中间 底下扳 黑棋不敢断 断的话打持 这样要被分断 黑棋扳完之后 顶住白棋压过来 首先这个棋 白棋落一个后手 右边这个口子就被黑棋给穿进来 这个空已经不可能围的很多了 然后白棋往底下小尖 黑棋脚上跳一个 这两手棋交换白棋也亏 明显是脚空更大 而且这个里面是没有什么棋的 这个断 断完之后 跳一个 黑棋就冲断 白棋再冲断 扳 黑棋断 打持 尝一个 没棋 而且黑棋跳的话 白棋还跟着去走了一手 这个黑棋又先手便宜的 然后黑棋再往左上小尖 这个走到的话 以后如果说白棋继续不补 里面可能会产生这个收棋吃的问题 所以说这也是个大关子 接下来白棋还是去围中间 黑棋又单长 再从左边这里掉进来 这个棋白棋下的不好 然后白棋在底下这里点过来 想要切断黑棋 同时对底下造成威胁 黑棋也是不棋不盲的 先跳一个 冲 白棋断 黑棋这个时候上下两边往哪边补都行 比如说往下面补 下面补的话这里没有问题了 这个地方白棋打持 黑棋可以断打滚包 然后从右边再钻出来 只要能破掉白棋的眼控 那黑棋这个木树就够 实战的黑棋站在这 那白棋底下断吃 黑棋站上 白棋小尖联络 黑棋再断打 接下来这个棋 白棋就非常痛苦了 这个棋经看上去 好像真子有力可以跑 但是跑的结果就是 被黑棋先跳架 滚包 然后再打吃滚包 然后黑棋上面点刺 这个中间的几颗子 完全可以联络 底下抽空还可以二度拐吃 那这样一下白棋生不如死 这个形状太差 所以说白棋往底下打 黑棋就不回首 所以说走了半天 白棋中间的这个空 还是被黑棋给打穿了 走了半天也是白忙活 接下来就收官 白棋搬一个 右边搬 黑棋左边冲 这个地方肯定没有棋 立下去 就算先挤一个打持 白棋沾跳出来 长气 气都不够 不过黑棋脚上这里爬一个就不一样了 因为脚上爬之后 以后有这个二路点 那白棋上面就必须要团住 来补齐了 接下来黑棋右下角贴住 白棋上面夹一个 黑棋断吃两颗子 白棋打吃 右边再打 上面虎一个黑棋双 白棋右边二路虎 黑棋脚上补齐 白棋再虎一个 一路斑 这个地方收关黑棋 打吃完之后 不断也行 那底下这个 先手关子就会被白棋给 逆收掉 实战 黑棋往底下扳也差不多 白棋跳进来先手 黑棋做活 然后白棋往上面刺一个 黑棋左边立先手 中间快速定型 断打 白棋反打完之后 刺 黑棋左边点刺 然后白棋沾 黑棋中间拐回 白棋左边冲完之后 中间顶住再扳 黑棋左边打一下先手 下方顶住补齐 白棋上面打吃 中间一顶 沾上 我们要注意到 这个白棋现在所走的棋 都是在做活 上方大龙 接下来 黑棋上面渡过破眼 白棋左边断 黑棋打 白棋沉 黑棋再打 白棋再长 黑棋沾上 接下来的话 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 白棋只能去断吃这两颗子 做活大龙 像往右边这里断打 都是不行的 因为这个地方断打 黑棋只要打到这一下 马上就要从边上打吃穿压来掏空 白棋得沾 那这三颗子已经被黑棋打吃状态了 黑棋下来再沾的话 中间我们要注意啊 这四颗黑棋 白棋沾上也是吃不掉的 黑棋可以直接打 直接打的话 白棋这颗棋筋跑没有用 因为黑棋一搬 马上就要吃白棋 但白棋断打的时候 黑棋上面打吃滚包 白棋沾 黑棋连回家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说 如果走成这样 黑棋打 那就已经连回去了 白棋上面冲一下 黑棋体掉 黑棋大龙就活了 但白棋回过头来 再去沾 左下这三颗子的时候 黑棋往中间连回两颗子 那白棋大龙只有一只眼 四棋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白棋只有去吃掉两颗子做活 然后左边就被黑棋打吃穿下来 这个目数白棋也是巨亏 而且这里因为黑棋底下还有个挤 要把两颗子给吃掉 白棋还得在后手补 之后就已经没有任何的变数了 我们就加快精神 最终呢 走到黑棋往右下角点 白棋沾 黑棋连回的时候 白棋认输 因为这个关子再收下去的话 差不多是黑棋盘面15目左右 这个优势也是非常的大 那这一盘棋呢 其实前半段一直下到左上角 黑棋还没有太多的优势 但是白棋在关键的时候啊 就是左边这里是一个胜负处 这个地方白棋选择认怂 不敢去杀黑棋 可以说浪费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而且后续的这个判断 白棋出现问题 就是不应该去围中间 应该把这个左下角的空间围住 然后再去其他地方收关 白棋最终中间也没围到 然后左下又被黑棋掏掉 其他关子白棋也没有便宜到 最终这个差距就越拉越大 好那推完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